大家好,又是我CK那位超级热爱珠宝的Gentlemen 那今天我不讲珠宝,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珍贵金属 也就是Precious Metal 那当然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黄金,黄金作为这个硬通货 那自古以来都是财富的象征,也就是说你越多黄金你越有钱 那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也酷爱购买黄金的 因为黄金不仅可以作为这个漂亮的这个首饰 而且还是保障的好手段 那黄金的品种是有很多,那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竹金或是千竹金 也就是说这个含金量不少于99%到99.9% 它的这个颜色是深黄色,而且硬度不是很高 所以通常都不拿来香切宝石 那其实市场上也会用K金来代表金子含量不同的黄金饰品的一种标示 那比如说我们常听到刚说的这个24K也就是99.9%纯金 那我们也听到22K也就是高压了黄金嘛 20K也就是835,也就是说83.5%里面是黄金 而最常拿来香切宝石的这个金属呢,也就是18K黄金 也就是750黄金 那你知道吗,大概在20多年前呢,每一克的黄金是大概在20多令吉 而20年后的今天呢,我已经涨幅到大概有280令吉左右了 相等于呢,就是涨幅了15倍这么多 所以说这个黄金这个珍贵金属呢,真的是非常值得投资 而且收藏,真的可以给你这个保障的 那我是CK一位超级热爱珠宝的Gentlemen 而这个短片呢,也希望你可以开始慢慢的收藏这些金属 那我希望呢,我们在下一个短片再见,拜拜!